超萌可爱的兔子在屋内里跳来跳去 但放眼望去 屋内满地的脏水饲料 地板都变成黄色泥水 环境脏乱令人作恶 几名动保志工帮忙清扫环境 因为家中几乎没有走到的空间 餐具锅碗瓢盆全都堆在一起 动保人员发现 屋内还有已经干枯死亡的兔子 基隆那个仁爱群有一个住家 养了很多兔子 那他因为好像是负担不了了 要跟爱兔协会求救 那爱兔协会就跟我们通报 那爱兔协会的志工也之前有去看过 发现他的环境非常沾楼 而且兔子其实都没有照顾 然后我们就定于1月5号 会同志工就召集很多志工 一起去帮他清掃 然后要营救那些兔子 基隆一处民宅 屋主被设政单位长期列馆 养了很多兔子在家里 却没有实施解育 上无理饲养 只能任期他们繁殖 因为环境差 大都已经死亡 爱兔协会去年11月 接获通报 今年1月召集了志工 前往营救 最后在垃圾堆中 救出了57只的兔子 不过有17只已经不幸死亡 我们会依第25条第一项 移送地检署侦查起诉 那这个罪众会处罚 两年下午起徒刑 兵科20万到200万元的罚金 那也提醒所有的市主 你在饲养动物 不要说一时兴起 那你要注意说 你的宠物最好去做好绝育工作 这么糟糕的饲养环境 市主没有善尽责任 爱他们就不要伤害他们 这名市主也将吃上高额的罚金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